蔡盛偉 蔡盛偉 今天因為她好像要去開會 所以後來就是她的Helena 就是她的同事跟我 然後在那一街房間揪了一大堆人 然後線上的線下參加來做V台灣.TW 那V台灣.TW是一開始的起源 是因為有一個很會推康的村長 然後Jaseline本來是想說 這些題目交給GDV討論 然後她就說那你不如來開一個坑 讓大家都一起討論吧 也不一定只要GDV啊 GDV是一個平台啊 之類之類的 然後這個坑就超大這樣子 所以本來只是很小一個坑 現在就變得非常大 基本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政策形成跟法院訂平過程 在行政院裡面 不一定要送到立法院的那些法規 可以讓整個過程透明化 就像美國的regulation.goe 或regulationroom.org 那V台灣就是成品 那我們自己的工作區 在VTW.link是一個head builder 今天畫了一大堆黑板這樣子 白板 那示意圖是這樣子 就是你進去就會有一個 像那個V-Day那樣子的計畫 當然這個同樣是三階段 三階段不太一樣 就是說可能有某一個法案的草案 在提出在形成 然後分成一開始的 Discussion的階段 然後有草案的階段 跟最後翻案的階段 那運作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你會先不提出草案 尤其是先提出問題 好 像說群眾物資平台 現在制度裡面根本沒有定義 什麼叫群眾物資平台 那我們要拿來做什麼 這樣子 所以就按照問題跟子問題 列出what why how 然後接下來按照提案版本去討論 那你不要來這邊留言 你可以在PTT或FB自己留言 然後也會有編輯看到 然後pick過來 然後每兩個禮拜工作組 開一個會 然後收斂成為定案 那hackpack上都有 我就不講太多 大概的意思就是會有大亂痘的comments 所以行政員提出一個版本草案之後 每一個NGO可以fork出自己的版本來 然後我們就進入給問系統 那今天Li把給問系統也放出來了 然後我們也稍微改了一下 所以就可以要求每個版本的發行人先起回答 那工作組每雙作一式的直播區 會討論到收斂維持 收斂就是主責單位來收斂 那所以我們來demo一下今天的成果 所以舉例來說 一開始是語倡他有寫了一個發PTT裡面的那個 就是包含推文什麼東西 parse進來 然後可以直接變成comment的一個介面 那本來因為八卦版要多按一個 我有18歲所以沒有做完 可是現在好像最後秒鐘做完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用八卦版來測測 來demo 完全不知道會動 OK看一下 還不賴 好像有抓到了 對 OK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因為你看 這位真的提出了一大堆建議 對不對 完全是真的會開要方的 對 所以就是說 可以把這個東西 po進來變comment 而且甚至就是說 有些他原po可能不是回文 而是他在那個推文底下 某一個人po很多意見 那這個也會給他URL 放在VTW link裡面 然後把他要來工作組 然後就實際去做charter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是公司股權開箱 跟群眾募資 是第一波的主打 馬上就要上架了 12月23號 然後接下來就會開始做工作組的charter 對所有感興趣的人 請到HackPay上面 簽名HackPay在VTW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